N4S 今天有客人在網路上問我們說 N4S的話要怎麼做直拍的功能 它有兩個方式 我們今天先講第一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很簡單 這個夾去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這邊貼起來 所以還沒有圖示 正常這邊會有一個圖示 可以直接做旋轉的部分 那我們就只要這樣來旋轉它以後 轉成直立式的方式 手機直接夾上去 夾上去以後 稍微推一下平衡 上下推一下 讓它取得一個中間點 那有的手機可能 鏡頭在這個地方 那你就可能再往上推一點 那因為我的手機比較小 所以我的平衡這一塊 會很難做調整 那大部分現在目前的手機 都會比較大 那比較大的話 就不需要再加一個 這個砝碼的重量 好 那調整完以後 我們就直接做開機 這裡一樣的水平一直要做調整 只是我已經把它推到最底了 我手機太輕了 好 那我們就做開機 開機的時候手稍微浮一下 因為它畢竟還是 直拍還是會變大 這樣子起來 OK 好 這樣就可以做直拍的拍攝 那 在你這樣裝上去的時候 有可能你的機器 會有抖動的現象 那出現抖動的現象的時候 怎麼辦呢 你就直接去APP裡面 它裡面會有一個電機的力度 平台的設置 滑到最下面 有一個電機的選項 記得把這裡的電機的選項 都滑到最低 最低 調到最低 這樣子你的機器 在使用直拍的時候 才不會有抖動的現象 那這是第一個方法 那我們現在 還有第二個方法的直拍方式 第二個方法 直拍方式會比較簡單 我們先做關機 關機以後 我們把手機夾再夾 轉回我們剛剛的位置 轉完以後 把手機直接夾上去 調整好一下我們的水平 這是一個很重要 在開機前都會做的動作 再來我們就做開機 做開機以後 這樣子是不是是橫拍 那我們要做直拍 怎麼做呢 按四項 一二三四 斜頭波水平模式 它是不是會跟你一起 就是跟著你一起擺動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轉成直拍了 直拍的拍攝就可以這樣子做實用 那只是你不能把你的轉向 轉向的話 它會變成 就會跟著你一起動 所以你的直拍會變成這樣子來做拍攝 那你下次再把它轉成橫的時候 你的力度又要再把它調整調回來 對 要記得這個 要不然你在把它轉成橫的時候 你的力度可能會不夠 可能會有些微的軟 就是可能 在做一些低角度的時候 會歪斜啊等等 要記得要注意到這一塊 OK